不断给自己加压的狠人那边 你肯定就是小齐了 是吧 刚刚跟他们三位比起来 我发现我坐得还差太远了 非常OK 你睡觉一天要睡几个小时 睡得有点多 昨天睡了6.5个小时 你看你敢过了吧 多半个小时 人生就差了很远 真的差太远 停下来就很慌 是 就是不能闲 就是因为有那个时间安排表 比如说看后面两个月 或者是后面几个月的时候 会看这个月为什么 中间还空了这么些日子 然后立马 两到三天 你就觉得自己过气了是吗 就真的会慌 关键是一直还没上气 上气急不上下气的 两到三天 我一定会策划一个短视频拍摄 这个我真的不意义 就是两到三天休息一下可以 但是后面必须要接上 包括日常的时候 哪怕是家里面有什么保洁阿姨 然后自己要家里装东西 装修 你都会问他下个月的档期表对吗 没有 我把时间给他算仔细 就是装这个柜子 师傅是十一点到两点来 阿姨是两点半到四点半 这样的话我五点的时候就可以出门 然后和朋友约一个饭 然后几点再回去 那万一那个阿姨是那边大可不必那群的 他来晚两个小时你就完了 对啊 不好意思 来晚半个小时没办法 我那边堵就没办法 然后我就会立马改变今天所有的整个计划 然后通知后面的朋友说 我们稍后晚半个小时 如果说朋友说我已经出门了 我说阿姨那你就先别来 我们改天吧 然后呢我这样的这段时间 我可以拿一些临时能补偿的事情 比如说现在出去看我的书 或者是出去看个日落也可以 但就是一定要填上它 那边的眼神怎么不接 他们都困了 我们逼死他们 哦 撤屁就好